其实当天在见面会期间 邓超和孙丽 成为徐静蕾的座上宾 前来捧场 你知道为什么邀请这两个人吗 因为他们分别和片中的主创 有那么一点点小瓜葛 那作为唯一一家受邀的媒体 我们娱乐星天地 也是全程记录了他们相遇的过程 看一下 刚刚拍完《米月传》的孙丽笑容版面 坐在老公邓超旁边显得小鸟依人 反倒是向来抽风惯了的邓超一脸严肃 难不成是要在老婆面前竖一下威风 但是当吴亦凡开口和邓超打招呼的时候 还是原心毕露了 咧着嘴的笑 由于在周星驰新片《美人鱼》当中 担任主演的邓超和前来客串的吴亦凡有交集 两人因此结缘 而当主持人现场邀请邓超和孙丽上台说两句的时候 两人也顺势拿起了放在地上的花 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不过台上明明占了徐静雷 胡亦凡 王立坤 张超和热衣扎五个人 但是花却只准备了四朵 你们夫妻俩这是搞什么呀 怎么办 怎么办 小子跟他怎么办 这个时候孙丽集中生智 从花束里面试图拔出一朵玫瑰花 化解尴尬 没想到玫瑰花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孙丽把单独的玫瑰花给了张超 把枕树给了热衣扎 毕竟人家是有革命感情在的 变成的这位热衣扎正是甄嬛传当中宁贵人的扮演者 系里她和甄嬛合力抵抗皇帝 系外倒也培养出了友情 你看合影期间孙丽特一小跑步到热衣扎旁边 甚是可爱啊